淡水是台湾北部一个充满历史文化风情的地方 这里的文化特色相当丰富 淡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荷兰统治时期 当时淡水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 这里曾经是台湾最早的 西式城堡、红毛城的所在地 也是当时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据点 而在清朝时期淡水也因为其良好的港口、环境而成为热门的贸易城市 同时也带动了淡水的文化发展 到了日治时期淡水更成为台湾西式现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如今淡水仍留有许多历史建筑文化景点 如淡水老街辅老文化村、真理大学等 这些地方不仅展现了淡水的过去风貌 也让人们能够更好的认识台湾的历史文化 淡水的美食文化丰富多元 可以品尝到各种特色美食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淡水的阿吉 阿吉是淡水的特产美食 是以豆腐为主要原料 淋上甜咸酱汁、花生粉等佐料而成 口感柔软嫩滑非常美味 此外淡水还有其他特色想吃 如鲁卤肉饭、铁蛋红旬面线等 这些美食不仅让人口福大开 也是淡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淡水的艺术文化也非常丰富 这里有不少艺术家和文化人士 同时也举办了许多艺术文化活动 例如淡水红毛城艺术节、淡水音乐节等 这些活动吸引了不少艺术爱好者前来参与 有一个活动 我们这些活动 我们也设计会